我打了比较后面做了一些好不方便的调务 我觉得我今天比较严厉 但后来第二季的时候他相对要比第一就更耐心一点 在耐心的相识过程中我可能威胁还是不通 所以我觉得后面还是增加了一些自己 给他比较的一些威胁 让更加主动一点 所以今天打的还是挺好大 对明天的那个决赛有什么 需要的时候会taking比较多 不知道当地人超 hebt 他出门肯定要带不下 对 你再感觉一下第一场你会找到你第一局的 第一局我觉得就是比较耐心 但我感觉他可能 我觉得他昨天其实可能有一些累吧 就是消耗比较多 所以今天第一局他整个调动可能还偏慢一些 所以我在耐心的时候他可能失误比较多 但他第二局整个就 就把他自己的好的东西发挥出来了 所以就很教授吧 主人生在在两局最初他重担心 他觉得他其实比较不耐心 他可能複抗你正确保了 他现在已经戴了 所以现在已经很擅长 但对第二局面中 Stormtrooper上中已经戴了 面对比较太多 但可能因为他已戴了 所以随有些因素 加拿大幅挥出来了 就算是重拆了 这么拆了 你家里加拿大幅挥出来了 可以拿大幅挥出来了 那么多的 就像是可以拿大幅挥出来了 你也没看中决赛了吗 明天如果说你真的拿到了冠军的话 对于你那个奥运资格赛的帮助 会很难对于资格你提示 奥运资格其实有一年的时间 就是经历的每一场比赛去打 就没有想太多 我们已经不想太多了 所以仍然没有想太多了 所以仍然是有所谓的 所以仍然没有提示 其实在二屏幕,当时就隔了一层的 当时就负责了一层的与你还是有个烦门吗 如果没有常见的人就能够负责? 因为这些原因是什么? 你的比赛没有进到决赛,然后这次进到决赛,你对于之前的准备有什么冲击吗,就是一定要冲到决赛 我的目标其实就是一场场去拼,像每一个对手去一起这样 但是之前可能有些时候太在意结果,反而会有不好的结果,但现在就是出动过程吧 就是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尽全力以赴去拼每一分,然后去每一分 我以为她想想出的效果,实际上现在没有出动了,所以她想想出动了 因此,她想想出动,必须要在没有出动,所以她想想出动了 因此,如果要在将重新的效果,实际上更好 她在训练的户籏怎么感觉,怎么感觉? 她在训练的户籍中,我感觉到户籍中,所以我会做的事情 我感觉到户籍中,但是我感觉到户籍中,所以我感觉到户籍中, 所以对Istora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赛馆 因为我们在这已经打了很多年了 然后我觉得这边的球迷啊 然后设施啊 包括修室啊 其实都是非常好 算是顶尖的 顶尖的一个场馆 但如果明年不在这里的话 会有点可惜 对 而且我们对这边也很熟悉了 其实 嗯 她感觉怎么样 她还没知道 她刚才知道 我们在这边 这边非常好 这边的准备 这边的准备 我感到很感到这边的 这边的准备